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会这样子呢 而且现在中国的状况因为是暴雨成灾 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说要小心所谓的高压线 什么是高压线 另一方面我们也关心的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 变成以色列他要去打黎巴嫩 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恩怨 在过去有发生过好几次的大战 可是他一旦打黎巴嫩 可能是救了尼坦雅胡 但是害了美国 为什么 而在国内的部分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一次 因为视线的问题 引发的柯文哲讲到说 怎么可以用器官移植来形容呢 但是柯文哲讲到了器官移植 随着整个事情的爆发 器官移植是国际当中的一个大事 这对柯文哲来讲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伤害 当然包括了我们讲到的 这个新华社的问题 还包括了赖清德总统 现在要面对的 就是我们讲到全代会 音系 赖系 新系 都值得讨论 好我们在现场当中 来请到的是 担当中国研究所助理教授 洪耀南洪老师 亚琴好 大家好 国防院研究员兼所长 沈明氏 沈所长 亚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 黄畅夏 畅夏哥 亚琴好大家好 好我们首先来看到 其实大家关心 因为呢 在昨天我们才看到 美国总统的这么一个辩论 那辩论之后呢 现在的问题是 习近平的状况如何 习近平的状况稳不稳 观众要看的 当然就是 他7月15号 要进行的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 这次的问题来了 过去来讲三中全会 应该是在讲 所谓的经济展望嘛 但是现在大家就 已经事前就预测 你很难讲到的 经济的问题 可能是人事的问题 下台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到呢 在这里就出现了 是不是要稳定军息呢 三中全会之前 就召开了一个 军委会的会议 这个军委会的会议当中 包括张又霞何卫东 两个人都是军委副主席 还有刘正丽 苗华张声明 结果开完这个会 丢出来的话题是什么 丢出来的话题 就是前中国国防部长 李尚福 还有前中国国防部长 魏凤和被双开 被双开 而且是受贿 为他人谋取利益 这什么意思啊 洪老师他会讲到的 我如果直接讲说 扯到那个时候 类似火箭军 那种跟美国互相的相关 扯到钱有关 还是另外的军售的问题 当然跟所谓的 之前2022年 佩洛西在台湾的时候的军演 其实有很大的关联 那时候的军演 后来不是发射飞弹导弹吗 发射的 那个美术跟公布的 都不大一样 后来整个解放 那个金工产业都被调查 然后引发的火箭金 整个被调查 所以涉及到是解放军里面的装备总部 就是都是装备部的采购的问题 所以整个从采购里面 整个系搜索 所以整个贪腐 那也可能谋求其他的利益 那李尚福 基本上老实讲是 习近平任务提拔上来 对 就是说不能讲说归咎以上面 因为他在十年内 他从下面升上来 包括他不是传统的作战军总 他是从军工到装备总部 我想整个是习近平手提拔上来的 那当然这时间点 这个李尚福跟背后 这已经传很久了 但是大家一直在等着鞋子落地 就是说什么时候公布 那趁了这次的三中前卫 我想他公布了 但因为这鞋子还没掉下来 秦刚 秦刚都已经下台这么久了 对 但是李尚福也是一样下台 但是他还一直没有公布 大家物理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那时候国防部长也空缺很久 那当然这只鞋子掉下来 另外一只鞋子大家看 秦刚什么时候 把它定性定调 那这一次是整理双开 这是很严重的 当然过去从 所谓郭伯雄 徐才厚 几乎所有历届的 经文会这些主席副主席 几乎双双都中见 创下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在三中全会之前发生是一个巧合 还是本来就揭开序幕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包括了团派也要被再次的清洗 这个会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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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立威就是说习近平现在 你看三中本来是去年10月该开的 中间出了这么多的状况 然后没办法处理 然后现在他就特别在这个时候 把他们两个处理 这是对军事嘛 而且他在特别的时候就会讲话是 枪杆子要始终忠于 对党对国家忠诚可靠的人 然后先前的时候又特别讲说 要党指挥墙 所以就是党 那对于国家政级国家嘛 就是对我要忠诚 所以他认为 那当然贪腐这些理由 中国每一个下来都是贪腐嘛 但是你们对我可能不够忠诚 这个是状况 然后接下来三中要开 人师的问题也叫立威 所以立威的时候他才讲高压线 不要碰 你们会被触电而死 就是立威 但是这个立威里面呢 你要看到是全世界观察的 包含葛来仪 包含博明 包含日经亚洲 包含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 智库的那个 总监是前海军 美国海军少将 都在讲一件事情 习近平在做大清洗 效法死格林 因为他死格林在 如果说中将一战 我要把每一个人都只听我的 到时候就是立威 所以他就是要彻底的一个习班底 我觉得每次习近平的动作 扯到军方都会触动敏感的神经 我自己看到的 这个事情传出来 是在礼拜四传出来的 而礼拜四发生什么事情 礼拜四刚好是Rimpact 就是环太平洋演习 等于开始 然后你突然做了一个动作 你应该告诉我们 你有什么新的武器 怎么巩固 然后结果来了一个 是一个两个前国防部长的双开 是 所长怎么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 他其实在三中全会 他其实是很有宣誓性意义的 第一个就是 魏凤和早就谣传说 他有受贿 那另外就是李尚福 他才上任半年 然后就被 也传说要受贿 那过去习近平在整数的时候 他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魏战说 魏战说就是说 这些高阶将领 他们非常了解美国军力 所以怕跟美国打仗 所以习近平把他们换掉 第二个当然就是贪腐说 第三个就是派系说 因为他隶属于不同的派系 可能还是郭徐遗毒 就是郭伯雄 徐才后遗留下来的人 那现在证明了 其实可能理由都是 但是的确证明 他们有行贿受贿 那问题魏凤和是 习近平上来以后 第一个拔着的上将 那也是担任长期的国防部长 那他当初升上将 跟当国防部长 有没有送钱 那可以证明说 理尚服有 但是因为魏凤和他原来是 二炮部队的司令员 就是过去的火箭军 那他长期在火箭军任职 那火箭军有很多高阶将领 其实也很优秀 但是也都没有被扒作 比如说有一位叫高金 也是 证明说整个火箭军 从二炮开始 就已经有贪腐了 那另外 李尚服因为他原来是 火箭发射的基地的主任 所以他长期在装备部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是火箭军跟 总装备部系统 或者太空系统 其实已经联合起来 可能在国防产业的发展 或者有很大的弊端 这也就是火箭军的 李玉超跟郑伟 为什么被剃除掉 所以这一连串是一连串重子吧 是一连串 一连串的 搞不好秦刚也有扯到 这个相关的部分吧 之前郭伯雄跟徐才厚的时候 他们家被抄的时候 钱一箱一箱里面 都还有领律表 都没有打开过 所以那种官 他们的军人的 送钱升迁的是很常态 可是这边特殊是 以前他们说你贪腐的时候 又是什么黄金屏风 黄金马桶 汉白玉的 这几个都只说他们有贪腐 但是没有像以前 都把他们贪腐的 什么牵香茅台 这种拿出来这次都没有 为什么呢 为什么都不拿出来呢 应该是说像 郭伯雄许太后 他很明确 因为他的家里 或者是像古俊山 他就在北京盖一座将军府 然后这个是很明确的 但是这里面就变得很有趣 他收多少钱没有讲 所以我觉得是人事整数 在三中全会以前 就把过去调查李尚福悬疑未定 在三中全会定案 那定案以后他才能够调整 比如说董军他现在还不是中央军委委员 那三中全会就要让他成为党的中央军委委员 然后兼国防部长 所以在人事案在确定之前 李尚福的问题就要定调 因为过去大家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有没有犯罪 然后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犯罪 所以我觉得三中全会以前人事定调 或者人事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恫恶一下董军 现在的国防部长不要乱来 有可能是过去郭伯雄跟喜财霍 是大家都打江湖 所以他要把他公开 这个时候是他任内提拔上海的人 他就比较 就是说你只能清洗 但你不能公开太多 那另外一个问题可不可能是转移焦点 我所谓转移焦点就是说 大家知道三中全会要干嘛 大家不要忘记 三中全会他是刚刚创下歌说 他延了又延 他本来应该去年的十月或十一月 然后后来不是讲到今年三月 对不对 我们还说来不及 现在是变成七月 而且七月到最后一刻 也是在礼拜四的时候才公布说 是在从十五号开始 可是我现在要讲的是 三中全会如果照过去来说 他应该是要聚焦经济跟改革问题 那现在怎么变成了是整肃呢 怎么会变成谁被逗掉这个问题呢 你可以看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 三中全会之前 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他有说 央视网刊出这篇题为 总书记告诫党员干部 不要碰这根高压线 就是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 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这高压线带电碰到就会触电而亡 对不对 那而且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你看到 大家就注意到了 团派 团派的胡春华 他有个子弟兵吴英杰 跟他是好友 吴英杰是西藏人 他之前当西藏党委书记 结果呢他现在也是 严重违纪违法 也就是说他现在接受 纪律审查跟监察调查 所以呢 吴英杰跟胡春华 在年轻时候有非常多的交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状况 很奇怪了 因为胡春华 他呢到了这个所谓的 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呢 他去考察 那个时候都是吴英杰全程北同 换句话讲 现在来讲 吴英杰就是胡春华的人马嘛 那所以这两个动作要怎么解读啊 也就是说 我现在习近平跟你讲说 我开始要整顿 那这个目标讲的是团派吗 军方跟团派吗 其实三中全会当然聚焦在经济 那或许未来变成说 什么时候开 依照共产党党章 他只要每一年开一次 就可以 对 所以说他也没有定什么时间 只是说七月开比较特殊 因为过去七八月 他们都是大概北戴尔会一晚 然后才会等到秋天的时候 才会开前代会一般正常 那这一次主要是经济的问题 那经济的问题 大概马克思主义在讲的 就是说你的生产力跟生产的方式 你就会决定政治的 这是顶层的结构 那生产力 当然你就是 生产力的发展就一道瓶颈 现在共产党讲了 生产力一道瓶颈 所以习近平才会提出一个 薪质生产力 当然就是要更有效力来解决 那整个三中全会 他要处理的经济问题 大概不外乎房地产 跟地方政府的债务 那房地产 目前我看起来 应该已经找到解决方法 就是中央政府借钱给银行 银行借钱给地方政府 把剩里的房地产买回来 那开放很多 取消任何购房的条件 鼓励人民来买房 鼓励农民进城买房 来解决整个供需的失衡 那经济不好 过去旧的三架马车不行了 他提出新三样 电动车 能源 还有太阳能 他希望能够取代 但这个外部也有一些问题存在 地方债务 他现在要用的是 发行特别国债 来取代 所以发行特别国债 谁要来买 一方面查税 往后查三十年 我查你的税 然后来卖你国债 他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是两手策略的 就是说我要查你的税 那你如果来买国债 我可能就没事了 当然就是逼你来买这些东西 那这是两手策略 同时在作业 比如说 他对台湾ECFA 在取消的这些石化产业 第一个他当然是要让你 逼你来台湾大陆投资 所以他跟你取消之后 他还跟你讲说 你来福建投资 你来哪里投资 这是两手策略同时在运作 这经济还是重点 但那个所谓的高压线 我们这次可以看到 这次的三中全会 可能会提出一个什么 国家安全下的经济发展策略 国家安全下的经济发展策略 什么意思 就是说必须政府来控制的 控制 所以国家安全变成一个 不可挑战的 所以你才会推出很多 间谍法 保守秘密法 什么法 这是国家安全下的经济策略 而且顺便还对台湾提了 这个什么惩戒台独22条 这些都是他整个等于是 很重要的一个紧缩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 国际当中对于习近平这次的三中全会 感觉起来并没有非常positive的说法 为什么你看到在这个智库当中的人 他们就在这个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当中说了 他说中国政治风格 这个四部 就习近平不知道 习近平不知道该怎么办 习近平不在乎 习近平为了政治 牺牲经济 就是我们讲的不管嘛 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济的问题 像林毅夫说 荷兰不败光科技给中国 没有关系啊 艾斯摩尔嘛 他说中国大概三年就可以掌握这个技术 中国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结果呢 事业率高涨 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办法 连这个所谓的 社会保险的这个钱啊 都付不出来 而且呢 外贸数据就整个往下掉 所以我想问这个 所长怎么看 我们看到的这些 都是对习近平很不有利的 你说习近平他 这些动作都是为了转移 他经济的焦点吗 还是为什么国际都非常的不看好他 应该是说 刚才有提到说 三中全会应该是一个 重刹政策的推出 我们看最有名当然就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 然后界定了未来的路线是改革开放 那但是现在的主要是经济的问题 但是经济的问题也不是说 要从今年开始 三中全会要推出新的政策 因为从疫情结束以后 中国的经济就一直往下滑 然后他一直在思考说 要提出什么样的政策 要怎么解决等等 但是基本的矛盾就是 习近平认为说应该要紧缩 然后很多人认为说应该对外开放 那因为紧缩或者是反间谍法 或者对内控制的加深 所以造成很多外资的逃离 那这些问题你不是推出重大的政策 就能够改进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三中全会 可能就是为什么外界认为说 三中全会现在是政治先于经济 因为经济已经提出很多政策 但是目前好像没有什么有效的政策 除了刚刚宏教授提到之外 我们看到现在连农村的农民的 所谓的宅基地 他为了要卖城市的房子 然后跟农民说 你放弃你的宅基地 然后我给你五万块去买房子 可是那个宅基地是农民 他有七十年的权益 在他的农地上面盖的农舍 他那边种田的 你把它放弃以后 他都住到城市去 那个田谁来种 当然他的说法是说 那个农地他可以用来复耕 增加种植面积 注重粮食安全等等 但是他有所有权的转移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了经济的问题 或者是房地产的问题 中共已经提出了很多 他认为可能有效的政策 他就没办法形作出一种 在这个三中全会 一个包装的 一个很大的经济改革政策 那也表示说 他其实未来就是这样 头头一头脚头一脚 我们广告就回来看到 其实现在除了我们看到这个情形 还有水深火热 他这个灾情影响非常大 而且灾情影响大之外 习近平怎么没有去堪灾 而且赖清德总统的慰问 好像比他来得早 到底怎么回事 马上回来 在同时 美国对中国 在加拿大陆 在加拿大陆 Dong Jun had their first face-to-face talks since 2022 and the core of the discussion is the Taiwan issue Austin raised concern in his speech about recent provocative Chinese military activity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and emphasized that the U.S. is all in on its commitment to the Indo-Pacific However,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Dong Jun said that Anyone who dares to separate Taiwan from China will only end up in self-destruction And the term is so strong that directly translated is Your body will be smashed to pieces and your bone will be crushed into powder The language is so strong that the host tried to stop Dong Jun Moreover, China ends tariff concessions on 134 Taiwan imports The suspension of tariff concessions will take effect from June 15th Chinese Commission states that It is the response to DPP's unilateral trade restrictions and support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However, Taiwan's presidential office responded that The move was typical Chinese economic coercion which would not improve relations across Taiwan's trade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 launches the newest 600-ton Coast Guard vessels We can see over here, the vessel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patrolling waters off southern Taiwan It is also known as Anping-class missile corvette Vice President Xiaobi Kim took the launch ceremony in Kaohsiung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到三中全會之前老天不給臉嗎 我們看到這次中國的因為暴雨造成的災情影響非常之大 你看從本來的梁廣地區 然後包括了往北到貴州 現在又往北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這個是在6月中旬開始 包括了廣東 廣西 福建 湖南各地都嚴重的淹水 暴雨持續往貴州北部 到湖南的西部跟北部 還有湖北東部 安徽南部 浙江跟江蘇南部 整個可以看到在過去來講 應該比較複数的一些地方都出現了這麼一個狀況 但是我覺得很難理解的就是說 在這麼一個情形之下 我這裡有一張照片 這個是梅州 廣東梅州當時的高速公路坍塌 48個人死亡 5月1號的時候 30人受傷 廣東梅州是這樣子 你看看這個房子都已經shatter 整個全部倒在這裡了 這個也是梅州的照片 就看起來就災情是非常嚴重了嘛 就形同戰場了 這裡還有就是廣西 廣西也是26年來最嚴重 那我的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習近平他不去勘災呢 但他就講說過去上一次雄安特區 他的夢想的地方的雄安特區 他也不去勘災 他這次跑去哪裡呢 他跑去了 他跑去了青海省視察 他跑去很遠的青海省視察 創下哥 其實基本上呢 如果一個最高的領袖去勘災 那無人解決呢 雄安心區那個時候不是也是中 後面還甩鍋是李強的問題嘛 所以他無人解決嘛 因為這場雨其實現在 今年的夏天 是史上最熱的夏天 而且可能是我們有生以來 未來幾年最溫和的夏天 越來越熱 所以那個氣候上這種暴雨 在他們那個緯度 確實都會成為一個常態 而這個常態裡面 這一次的麻煩是什麼 先是廣東江蘇這邊 那是他們的生產重症 那生產重症 當然造成一些狀況 現在更麻煩是什麼 漁米之鄉 長沙那邊 安徽那邊 那是漁米之鄉 他的國師金菜農 最近才寫了一篇文章 中國缺糧啊 去年進口1.69億噸的糧食 那現在漁米之鄉在淹水 那現在就個春耕才剛剛 怎麼辦 所以他們還有 接下來是糧食的問題 而那個水淹到 在安徽那邊 有一個畫面很特殊 李白舉個杯 然後下半身全部不見了 就是他們做一個很 所以 我以為他是舉杯邀明月 月亮不見了 下半身不見 就只剩下一隻手還有一個銅 然後在安徽那邊 他們本來有一個 李白的一個雕像 就一直 而且都是一天之內就爆下去 長沙身上整個被淹 所以其實現在那個水的問題無從解決 那無從解決又回來了 你就要想到三中的時候 其實三中的時候 那個外交事務 CSIS講說他是四部吧 其實還有一個是沒有信心 他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因為他前一段時間科技會議 你看他不是2025要超越美國嗎 他現在被刻破或是 習近平自己講是改成2035 他自己就往後延了十年 然後2035 所以他現在其實就是 大概都一籌莫展 沒有心情去真正解決這些核心的問題 那怎麼辦 只有內部緊縮壓力 然後可能對外就更強硬 然後再轉移他的內部的壓力 洪老師怎麼看 就是剛剛講到說 因為擔心不能解決災情的問題 所以不勘災 真的是這個理由嗎 以中共的體制 如果習近平要勘災 要簽名的前置週月跟安排 可是之前也有人勘災 溫家寶他們也勘災 溫家寶那個是地震之後 很多天之後 溫家寶已經有安置好了 他才可以去 那這個水災這種現場 你很難安置 就是說以共產黨的體制下去 他一定要整個模擬 整個國家的領袖安全 要走的動線 那規模很龐大 那種水災部分 可能他比較沒辦法這樣做 所以他跑到延安去 監視政治 對 剛剛講到軍委會的那個會議 在延安 延安老巢那裡 對 他回去延安 可是這個如果在民主社會 如果在台灣就被罵爆了 因為他不是民主社會 他們有明顯的物理 可是他們認為 他們是民主選出來的誰 就像他們朱鳳蓮還是誰說 我跟你講中國是治安最好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外國人比較不安全 你說美國人在東北被打 所以他們就像你講到說 他這整個的情形 包括了災情的這個部分 他都沒有辦法去說實話 沒有辦法來解決問題 所以他們只能降低 整個媒體跟報導 就是說你看 為什麼說賴清德的慰問 為什麼會快過於習近平 基本上是 他們內部的新聞的報導上 頻率就不會那麼高 你看在這裡賴清德總統 我記得那時候他是在記者會當中 講釋憲 6月24號 他在講釋憲的時候 他在這裡面 他在21號的時候 就已經有開始先慰問了 而且用簡體字 而且在6月24號的時候 他不是記者會嗎 要宣布說總統府的態度 要提出釋憲 大家要是他回應 講到了所謂台獨懲戒22條 他說在這個之前 我先對中國地區的人民 災情 怎麼樣 所以以戰略來說 沈老師你看習近平就輸了賴清德 威廉嗎 應該是說救災或者是去勘災 我們看到其實 可能大家會印象很深刻 就是李克強曾經穿了雨鞋 然後去勘災 他當時隔多久呢 有必要隔到安全線拉好嗎 李克強可能大概兩三天以後 但是過幾天以後 我們看到習近平也就勘災 但是他穿著皮鞋 而且地面是很乾淨的 所以李克強有心臟病了 所以是不太一樣 這可能跟他們的體制運作 或他們的文化有關 但是我覺得勘災 當然是象徵性的 我覺得更 因為剛才有提到說宣傳的問題 我們看到其實中共的勘災 或者地方官員 他現在已經很習慣 用電視或中央電視台 去假裝他們治理水在很積極的樣子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就是造假呀 就在造假 那麼少的水在那邊咬咬咬 然後人家拍完他們就走了 這個情況很多 上次去年也蠻多這樣的現象 就是展現在黨中央或人民面前 他們是很努力救災 但是不是一直救災 是拍完以後就走了 然後水也不管了 這是他們的文化了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他在整頓的過程當中 除了軍方 我們講魏鳳和李尚福 有一個我們剛剛有touch到的 就是我們講到吳英傑 吳英傑到底以他來講 我們應該是把他算在 胡錦濤的身上 還是講到了我們說 他跟胡春華很好呢 他的發展在西藏 應該是跟胡錦濤的同一時期 因為胡錦濤以前在西藏 對 你要注意看 習近平的二十大之後的打攤 都聚焦在哪裡 聚焦在很多 比如說是政協的 然後是這種退休的 甚至於是行政官員 反而黨是純黨值的 現任的黨值都沒有 比如說蔡奇的黨中央 或是你說黨委書記 現任的好像都還沒有 而且他這次不只打到 我們講吳英傑 他是五隻老虎之一 在這裡幾個 你看就像你講到的 前全國政協常委 狗仲文 或者是中共的農業 農村部部長 或者是前江西省的政協主席 或者是我們講到這裡 有個中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唐仁健 他也在這裡面 都是屬於說是行政職 或是已經退卸任的 那這個動作是什麼意思呢 沈老師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 就是他有一些是政協 有一些是不同部門的 但是會比較值得關注的 就是他是正部級 比如說有個農業農村部的部長 對 正部級的 那這個部長表示說 其實可能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你工作不利 然後你為什麼工作不利 然後你有沒有涉及貪腐 我把你撤換掉 那另外一種就是他其實上台 擔任這個職務是過去的派系 或者是過去的人 然後跟習近平是不同派系的人 然後他藉由三中全會這個前戲 找到理由後把他撤換 那至於那些政協那些相關的人 我覺得也是在敲山政府 你們這些正部級的 你只要涉及貪腐 你只要出局到高壓電線 我就把你撤換掉 我們廣告就回來看到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高壓電線 還有是高壓電塔 我要講的是以色列的情勢 現在美國就要說 你不要在加薩走廊再打了 結果他要往北打黎巴嫩 這個黎巴嫩打下去 只有一個人受賄 那個人就是泥潭雅湖 其他的整個中東國家都炸鍋 我們進網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亞晴看世界 現在到底怎麼回事 中東的戰情實在太詭譎多變了 我們知道以色列跟哈馬斯之間的戰役 現在美國要選舉 美國說你給我停戰 現在他要停也停不了 因為哈馬斯在加薩走廊 可能要變成第二個阿富汗 他已經打有機戰了 然後呢 泥潭雅湖就說 我要開另外一個戰場 我要打的是哪裡 我要打的就是北部的黎巴嫩 你知道嗎 以色列跟黎巴嫩有多麼的監禁 這個地方飛彈一過來 立刻就到 不像以前我們說 不管你要怎麼攻擊 可能以色列在這裡面的是一個小範圍的 以色列境內的 或伊朗有什麼動作 夜門有什麼動作可以攔 問題是黎巴嫩跟以色列這麼近 所以我們就在講 這個專家就說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泥潭雅湖 他被抗議了29週 他現在想說 如果我現在戰爭不打下去 我可能要坐牢 而且我現在就是要轉移焦點 但這樣對老百姓太不公平了吧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就整個的狀況 這個就是黎巴嫩 這黎巴嫩 然後旁邊是敘利亞 然後我們再看到 約旦在這裡 以色列在這裡 以色列打黎巴嫩 我們過去看國際新聞說 中東的巴黎 就是黎巴嫩 貝魯特 現在已經是完全變成廢墟了 那以色列就說 貝魯特國際機場有非常多的武器 你對準我 我一定要打你 創下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事情就是一個藉口 美國就跟他說 你打的話 我沒有辦法像四月一樣保護你 你們距離太近了 其實基本上因為他在整個加薩裡面 那個東西至少加薩走廊的歸屬 或者巴勒斯坦 他打黎巴嫩 第一個會出現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黎巴嫩是個主權國家 出兵黎巴嫩引起的國與國戰爭 他現在的說法是說 一位真主黨常在貝魯特那邊 有很多的彈藥 而這彈藥裡面 很多確實是非常先進 包括那個反戰車飛彈 他是可以打12公分的肝寶 連美國M1都可以被他打穿 所以他要去進攻 可是你要進攻下去 你就變成是大部隊長驅直路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他必須轉移 因為家燒那邊僵持了 僵持 僵持之下現在已經打成了 巷戰地面戰 他沒辦法立刻有戰過 第二個人質已經救不出來了 他在6月7號8號左右 救了4個人質 那算是一個很成的 這樣一個很好的成就 就4個人質裡面一個27歲年輕人 回到家之後在家裡開直播 政府根本不關心我們 他其實是戰爭 我們要繼續上街頭抗議 你看這個納坦雅湖 然後讓他們國防部講說 目前的人只百分之八九十 他們也不知道下落在哪裡 那你怎麼去解 你這一波未平 另一波又起啊 那怎麼辦 那就轉移一個更大焦點嘛 因為跟曾祖坦 因為曾祖坦確實是 在整個攻擊裡面 他們的鐵球受到幾大壓力 來自於那些飛彈 來自於從尼巴勒打過 曾祖坦達的飛彈 那裡面美軍要去協防 因為那些飛彈真的比較先進 他們的鐵球 是擋那個火箭的 那面對這個飛彈 他有壓力 所以他如果說現在就是 真正敵人在那邊 把戰場焦點轉移到一個大戰場 可是這一爆起來 民主黨會受不了 拜登會受不了 尤其尼巴勒是個主權國家 中東會受不了 然後北約的很多像法國像德國 我看他其實就是鬧越大越好 然後把整個東西 所以不是四月多的時候 拜登私下忘了拿麥克風嘛 快要受不了那台咬呼了 我覺得這個事情 真的是就像當時一開始的時候 是這個哈馬斯去攻擊以色列 做屠殺 大家會同情以色列嘛 那以色列後來打到 這個加薩走廊 打到這樣子 很多的這個平民死亡 當時已經造成了輿論的壓力 全球會反游嘛 你現在又去打黎巴嫩 你的正當性很難 我跟大家講這裡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美國就講話了 美國的首席 參謀聯席會議主席布朗就說 我跟你講 你這樣子會造成 更廣泛戰爭的風險 而且呢 這個黎巴嫩真主黨 比哈馬斯更有能力 他的飛彈更強 我再說一次 所有這一切都可能有助於 擴大該地區的衝突 他說黎巴嫩跟以色列之間 他的距離非常短 我們很難像四月份那樣支持他們 你看這個是敘利亞 敘利亞現在有一些民兵聚集在這裡 從這一章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是以色列嘛 以色列長形這個綠色 北部是黎巴嫩 旁邊是敘利亞 現在敘利亞包括了 來自伊拉克 來自於這個伊朗 來自於各方的 這個所謂的民兵聚集在這裡 他說如果你打黎巴嫩 我馬上就加入這個戰爭 我們剛剛講這個鐵穹 現在鐵穹 你也沒有辦法來防護的話 那可能會使得 以色列不見得是吃到什麼好處 所長 我們分開來講 第一個就是就美國來講 好不容易在拉法地區的戰局 一定穩定了 因為哈馬是一個旅 他的戰力大概已經快結束了 而且現在也在談說 要不要永久停火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以色列來講 他過去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 他受到四面的敵人 然後黎巴嫩真主黨也攻擊他 然後加薩也有敵人 伊拉克伊朗也攻擊他 所以我們說如果從軍事戰略的觀點 他是處於內線作戰 就是他面臨了外線不同方向的敵人 所以他結束了拉法之後 他緊接著就要各個擊滅 所以他南部結束了 他穩定之後 他接著就要修理真主黨 因為真主黨在戰爭期間 其實對他的北部發射了很多火箭 對他造成很大的壓力 所以您剛剛講到是說 他真的有這麼一個底氣 他可以逐一去收拾這些國家嗎 先打黎巴嫩再打敘利亞 再打伊朗再打葉門 Are you sure 你認真的嗎 第一個就是哈馬斯已經問題解決了 但是他造成了難民的危機 但是這個真主黨的問題 其實在我們知道 其實在1982年到2000年 那因為這個黎巴嫩的內戰 所以以色列支持了這個基督教長槍黨 然後進入到貝魯特 所以造成長期的 而且他做事了那個大屠殺的行動 對你剛剛講大屠殺 我只有一些照片 他其實是有兩次 他當時進入黎巴嫩的時候 有一次進行攻擊1978 再來1982 就是你講到的在貝魯特附近的難民營 讓長槍黨進去屠殺 對 就是在1982年到2000年 但是2006年同樣 這個真主黨他為了支援哈馬斯 對以色列在南部的攻擊 所以他在北部也發動攻擊 而且也俘虜了以色列的士兵 所以2006年以色列也攻進去了黎巴嫩 然後這有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那時候真主黨也是利用像游擊戰或城市游擊戰的方式維持一段時間 雖然貝魯特 黎巴嫩的真主黨還有很多的飛彈 但是基本上因為他不是整個國家武裝力量 他自己本身的武裝力量 我想納坦雅胡除了政治上的動機之外 他在軍事力量的平衡也可能考慮過說 現在以色列的軍力來講應該有能力打勝這個真主黨 而且他們的國防部長到美國去訪問 他們也覺得說目前他的彈藥可以從美國獲得沒有問題 但是就美國來說他現在有俄乌戰爭 然後台海其實緊張 他當然不希望中東地區這個戰爭會繼續延續或戰爭擴大 所以他會比較傾向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在黎巴嫩發動戰爭 對 那美國方面的態度 洪老師怎麼看 因為我們就很奇特的 就是因為這一次以色列的國防部長到美國 他見了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沒有問題 他見了布林肯也沒有問題 他後來見了蘇利文 他見蘇利文 那蘇利文就跟他講了有一個共識說 我們現在障礙被移除了 瓶頸得到處理推進各項問題 就是說美國本來hold住一些彈藥 現在給了以色列 他是要給以色列做什麼的 是讓以色列去打黎巴嫩嗎 他們應該不希望吧 當然不希望 因為黎巴嫩跟哈馬斯比起來是不同等級 黎巴嫩這個真主黨 基本上是一個準軍事組織 不管是彈藥 軍事力量都比較強大 那當然以色列現在要想要北伐 那現在你要北伐 你這個能不能成功 我覺得這個還有 這涉及到 這個已經不是在你的國土境內 這涉及到國際問題 尤其是你現在打他的時候 那個剛好伊朗也選完總統了 伊朗會不會在後面再 火力跟支援 因為現在更多的無人機 或是無人的這些裝備 會進到了黎巴嫩來 我想以色列的 以過去的經驗來講 我想這次沒有那麼大的優勢 以色列過去曾經占領黎巴嫩18年 後來撤出 南部 對南部離南 你這樣子心仇舊恨之下 大家看了都捏捏把冷汗 我們進廣告回來看到的 就是美國方面到底怎麼斡旋 還有其他國家真的動作已經開始起來了 倒霉的會影響到我們 全世界的人民為什麼 我們進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雅晴看世界 那美國的態度是什麼 我這樣子看起來 我真的覺得美國方面只要說 現在媒體上不要講是 Israel Hamas的問題 不要講Israel Palestanian的問題 只要變成是Israel Lebanon的問題 他就覺得好像可以稍微解套 但是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那我們知道 以色列國防部長格朗特 他到美國去 建了最重要 最後一關鍵的 就是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而且說在彈藥方面 取得重大的進展 但是另一方面 以色列的國安顧問 哈內格比他又說 現在加薩戰火不斷 他說我大概覺得他會打到年底 所以你現在來講 一邊要打到年底 對不對 他是游擊戰 不能夠講 只能夠心裡吞的 他真的還是在進行 另外一邊還要打黎巴嫩 這樣子能夠面對嗎 我們看這個以色列公布的訊息 他說貝魯特國際機場 有真主黨或者是伊朗的軍火 那有點影射說 他是不是要打到貝魯特國際機場 就好像在加薩 你要營救人質 所以一直達到拉法一 那貝魯特國際機場比離南再北一點了 對 就是如果說以這個為戰略目標的話 他要動員更多的部隊 然後要佔領很多不同的城市 可能會面臨很多真主黨的埋伏 或者攻擊 美國會幫他嗎 不可能吧 不會 但是美國應該會有軍火的支援 就好像說彈藥一樣 但是我也不認為說以色列 因為那個地方有軍火 他會採取這種地面攻擊的方式 因為耗費部隊很多 而且這個戰爭時間非常長 那他有可能採取機動打擊 或者是的確明確證據以後 用空中或者用飛彈的火力 去摧毀那邊的軍火 但是就要防範說 在旁邊伊拉克 因為我們看到最近伊拉克的民兵組織 他開始攻擊美軍在伊拉克的基地 那伊朗會不會協助黎巴嫩的作戰 或者是夜門的青年組織 在海運上又在協助他 或者是哈馬斯又重新再來 我想這個戰爭可能就無休無止 我覺得這個戰爭 現在有非常敏感的一個地方 非常危險的地方 第一個 這個就是輿論戰 以色列軍隊把一個受傷的巴勒斯坦男子 就把他綁在這個坦克車上面 對不對 那這個連美國都說 你不能這樣子做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輿論戰 第二個我們來看到 美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你可以看到現在這個地方 這裡是黎巴嫩 那個南部是貝魯特國際機場 旁邊有敘利亞 然後有約旦 現在的狀況就是包括了 你可以看喔 包括在敘利亞東南部的坦夫基地 這是美軍的基地 跟約旦東北部的第二十二號塔哨站 這也是美軍的基地 都被攻擊 雖然說三個人死亡 但是有四十多個人受傷 這個還沒講完 現在我們知道在敘利亞 我們看到很多國家 他們就是說 我要加入政治黨來對抗以色列 所以這變成一個 你可以說這些都是所謂各地的 特別的分子 比如說不是一個國家 S的國家 可是你看 真主黨算不算是黎巴嫩的一個主力嗎 或者其他來自伊朗的 來自伊拉克的 到時候一打起來 就變成中東大戰啊 洪老師 這當然一定是的 所以說 這個打 那個 黎巴嫩跟打哈馬斯是不同 哈馬斯是你在國內的事情 打黎巴嫩是涉及到國際的問題 這個是衝突是更大的 而且這個是引發整整個宗教的衝突是更嚴重的 我想這個也不容易 但是這個打國際唯一的能夠一點就是說 國際力量會進來協調 會進來協調 那哈馬斯這個變成國際力量進不去 這進不去協調 那你覺得會爆發成最悲觀的狀況是 會變成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嗎 更大的混戰嗎 混戰一定會更大 因為各地整個包括伊朗 包括現在那個IS 還有包括整個越門 我想他們都動起來 所長你會不會覺得說 到最後釜底抽薪 乾脆把這個格朗特弄上來 國防部長格朗特這次他見到 而且呢 美國方面對他也是很欣賞 那記不記得 那時候國防部這邊有講說 我這個加薩地方 我要停火11個小時什麼的 結果呢 泥潭雅湖沒有辦法接受 最後解決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用這樣一個方式 第一個當然也不能說格蘭特直接換納坦雅湖 因為他其實還是在選舉 但是如果說美國很信賴這個加蘭特 然後納坦雅湖他不是用忌妒的心態 而是採取合作 因為如果他真的要打黎巴嫩 他也需要美國的援助 雖然美國不會派兵 那或者是國際上有任何的制裁 或者是抗議化 他其實也需要美國支持的 所以我覺得關鍵就是說 如果這場戰爭 他部隊進去以後 他變成一直到年底 那我覺得對納坦雅湖其實會有傷害 那加蘭特他成為國防部長 他沒有提出一個很有效的解決 這個戰爭的戰略或者是戰術 那他其實也會有責任的 所以不能說這個加蘭特 美國很青睞他 然後就直接替換 因為有點介入內政 因為還是要靠他內部的政治 或者選舉 才有權力的替代 我們講到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就是有大概16個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 聯名來聯署說如果川普上來的話 經濟更糟糕 通膨更糟糕 但是馬上又有人就說 拜登你最大的問題就是通膨 你經濟就有問題 那現在我們看到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說 兩大運河在線危機 全球海運價格續漲 剛剛就講到嘛 一個是因為戰爭 蘇里市運河 一個是因為天災 甘旱的巴拿馬運河 洪老師怎麼看這個 這個事情可能影響到的 也會影響到美國大選的壓力嗎 一定會的 這主要是整個通膨 那通膨美國就沒辦法降息 這設計它沒辦法降息 那沒辦法降息 我想整個美國的貧富差距 就越來越大 就是說現在美國的社會 就是因為貧富差距的兩極化 大到已經變成 各自在自己的同溫層裡面 那我想變成 他們現在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那其實也對中國影響很大 像他們就像這個運費 全部都這樣漲上來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這個三中全會 習近平現在頭也很大 你現在這個 他之前不是有一個老大哥貨船嗎 就是說我在這裡你就不要打 那現在等於他也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是不是也要逼著中國去斡旋 當然中國不是斡旋的問題 就是成本降不下來 是連中國的外銷也會受到影響 他整個產業外銷也是受到 那除非他們可以說 叫他們不要再打 但是很難 很困難 很困難 他們好像有說 俄羅斯跟中共的船不打 但是有時候在那種情況之下 他打的夜門 他也沒有很精準的雷達 或者是監測設施 他可能就打了 也可能是物籍 因為曾經物籍印度的船 所以他其實風險很高的 那風險很高 那這個船運或者是海運 又不能取代 我想以中國所謂的 這個中歐的列車 他也沒辦法運很多的 呼呼到歐洲去 他其實還是要靠海運 所以只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繞道 第二個你就要派軍艦護航 但是派軍艦護航風險升高是 夜門剛好用這個飛彈 來打你的軍艦 所以美國的航空母艦 為什麼上次有一個 這個T-TOT上面圖片說 美國航空母艦被那個飛彈攻擊 但是為什麼這麼擔憂 就是其實那個地方的 這個風險真的是很高的 其實我們看到這裡 有一點這個味道 我們叫法文叫 就是似乘相識 我們剛剛就講到說 因為美國就已經 尤其是布林肯 已經跟這個以色列講說 你不要認為這個戰爭是結束 你不要認為 這個哈馬斯已經解決 他就跟他講阿富汗的例子 他就說阿富汗當時 他們也覺得解決啦 可是你想阿富汗到最後 這個遊擊隊打多久 打到最後所有的人 都在裡面受影響 我想包括美國也要撤軍 包括俄國也是要撤軍 全部都掛在那邊 帝國的墳場 對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帝國墳場 那現在中東這個狀況 如果這樣繼續亂下去 很難想像 其實很難想像 但是你就回來吧 因為遊擊戰喔 對於那個統治者來講 他沒辦法 第一個剛剛講的八九成的人質不知道在哪裡 你如果一次救了一百個人質回來 他的身亡就穩住了 但是救不到人質 但是遊擊戰呢 就好像俄物戰爭一樣 這個地面戰喔 你很難有一個明顯的戰果 給人民獎 所以他現在去打一個黎巴嫩 如果他真的能夠一舉 把那個真主黨給 有一個明顯戰果 那他用咬胡了聲望才能夠穩下來 但是這個東西就變成那個不確定風險太高 那他不確定風險太高呢 那另外一個呢 各國呢也沒有能力 所以現在把它弄成戰爭犯 可是國際海牙法庭能不能處理它 因為這個時候 現在的CIA也不是60年級的CIA 也沒辦法把它處理 你的意思說處理是說 乾脆用暗殺的方式 以前的方式是暗殺的方式 就直接把泥潭雅胡給 那現在也不可能嘛 所以現在就僵在那邊 所以其實現在就是關鍵在於 納塔雅胡怎麼有個下台階 而這個下台階 目前為止很難找到 而很難找到之後 剩下的就是蘇黎晨運河那邊 如果真的有一個中國的船 不小心被打中 那中國到時候不介入也不行 沈老師怎麼看這個部分 我是說到最後最後的整個的發展 必然說真的認為你去打黎巴嫩 黎巴嫩人真主黨過去都是吃伊朗的奶水 你不覺得伊朗會有動作嗎 伊朗剛剛選舉結束 但是伊朗也有動作 他很多飛彈是俄羅斯第三代的 我覺得納塔雅胡他的戰爭目的 不一定是要去佔領 然後派軍隊在離南 然後維持他的治安 我覺得是因為他在打哈馬斯的時候 其實因為真主黨對他發射很多火箭 我覺得他只是要給他一點教訓 或者削減他的軍力 讓他不要對以色列北部造成威脅而已 他不會因為你發動戰爭 最主要你的戰爭目的 如果你戰爭目的是無限的 或者是短期難以達到 那對他也會有影響 所以我不認為說他會打長期性戰爭 他只要給他一點警告 或者警告以後 讓去利亞或者伊拉克或者伊朗 不要再對以色列北部發動攻擊 廣告之後回來我們要來看到的 就是在國際當中大家關心的 因為美國眾議院才剛剛通過了 對於法輪功器官移植活摘的部分 要給予制裁 任何人參與的人 他不可以進到美國去 結果在台灣因為視線案 又講到了器官移植 到底怎麼回事呢 這對柯文哲應該是有蠻負面的影響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亞晴看世界 現在國內的政壇詭譎多變了 因為視線的這麼一個衝擊 四線四條線來做視線 但是為什麼傅昆奇突然之間在禮拜四又說 我們不要邀請賴清德去立法院了 大家覺得他是有早台階下 雖然他講了一些狠話了 我們在今天現場請到的是民進黨立委蘇巧慧 亞晴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前民眾黨中央委員張奕善 亞晴好 國民黨立委叶元支 亞晴姐好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黃創夏 亞晴好大家好 好那我們首先來講這個 其實在這裡面就是傅昆奇 傅昆奇他說 總統已經表達了意願他不來了 那我們就不要再請他來 然後他當然講一些酸的話 就是說毫無誠意了 不用再搭舞台給他 可是我第一個反應看到這個 我覺得他應該是要找台階下 為什麼要找台階下 是不是因為他覺得說 現在因為大法官正要視線 他不想讓人家覺得說 我國民黨在那邊見縫插針 可是這樣子柯文哲就很尷尬 因為柯文哲一直直播一直就說 你賴清德就是要去就是要去 大家都知道你當時的國情之文 跟你後來修法以後是不一樣嗎 修法以後規定非常多 就已經是有違憲疑慮了 那這樣一甩的話民眾黨怎麼辦 對 因為賴清德總統不只提示線 他還提了暫時處分 有時候暫時處分當然還要有時間去讓大法官去做財事 到底可不可以暫時處分 那暫時處分的這個階段就是憲法的空窗級 有人說會蠻快的 那個五天一個禮拜 對 到七月 對 原則上三天內 但是我們還要尊重大法官 這個憲政空窗級 立法院可不可以邀請賴清德總統來立法院備選 其實可以了 他硬要的話 硬要的話是可以 而且要所謂的按照新的法律 叫急問急答 對 但是賴清德可不可以不同意 可以喔 他說我現在在釋憲 我現在申請暫時處分 那這個暫時處分的這個階段 我就可以不來嘛 而且你看真正的憲法寫的是 邀請總統來國情報告嘛 我總統得邀請嘛 那我總統當然得拒絕嘛 那為什麼傅昆奇現在他自己先讓了呢 他說我那我不要邀 這個部分我覺得國民黨包含在這個國會擴權案 跟所謂的賴清德的相關的國情報告的事情 都有點在找台階下來 因為釋憲案其實是給國民黨最好的台階 因為一定釋憲的結果 大概大家都可以猜測啦 就部分核線 部分違憲嘛 那我部分違憲的部分 包含翁曉玲都說了嘛 我們回來立法院再重新修改嘛 那這個部分的法令 就會回到立法院 那就是等於是說 當初的所謂的三獨覆議 給你的台階你不下 你現在到市縣你才願意下嘛 那願意下的原因 絕對不是外面的群眾 而是罷免 葉宇智在這邊就知道了 因為罷免的壓力 對這些立委來講 事實上是非常大的 而大法官的視線 剛好給這些區域立委 一個非常好的台階下 傅昆吉為什麼他不堅持了 我完全同意剛剛易善哥講的啦 老實說這一步 這一步我們認為是擴權啦 國民黨雖然一直說改革 可是我們實在認為這就是擴權 把立法院擴大到 凌駕到其他的院之上 好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從517開始正式進入到這個的審查過程當中 其實在在的跟 不管是國民黨民眾黨 或者甚至跟社會對話說 這部法案到底有哪一些不妥之處 即便國民黨說 我們不會這樣去擾民啦 我們到時候法律通過了 我們也不會這樣對待人民 但是我必須說 他現在寫出來的文字就是很粗糙 粗糙到擴大到 如果他將來要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這法律就是OK的啊 所以你等於是丟了一個上方保健給國民黨 然後他再來決定說我要拿不拿 那傅昆吉為什麼現在他願意讓呢 因為這個法案法律案 就是連翁曉玲跟吳宗憲 自己在通過之後的第一次接受媒體訪問 都已經說部分違憲 我們認為這是會有違憲的狀況了嘛 那我們再修改 因為現在四個縣都提出了事件案 然後要緊急處分嘛 暫時處分嘛 那現在就是在這一個兩個禮拜之內 大法官會要處理這個 要不要暫時處分 那這個時候你給他添財禍 沒有必要 他不想添財禍 然後再過來呢 傅昆吉是全台灣最清楚的人 他的花東三法7月16 7月16立法院就修會了嘛 可是國民黨好像不想要他花東三法上來 不是 我就想7月16國民黨立法院就修會了 你現在就是要邀請賴清德 程序上也來不及 這一切都是為了原資嗎 沒有沒有 我覺得跟報名沒有關係 就是7月16就修費了 這個法案有沒有違憲 大法官說就算 那為什麼突然他不是逼著一定要去 要邀請德去立法院現在不用 因為現在國民黨應該是先把重點 放在聽證跟調查啦 就是說有針對幾個案子要去做調查 如果說你同時調查 你一方面又要開一個戰場說要叫邀請德來 那個爭議實在 大法官又高興 那個對立實在太大了 到時候全部給你弄 而且賴清德現在已經百分不來了 那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賴清德當初是你半年前 你自己講的 你自己說到時候來立法院 當時跟現在不一樣嗎 賴清德是願意去過國際事業者 他現在說不是 對啊 你們現在改的變成 就是 依序及時回答 其實依序及時回答 就是急問急答 我跟你講就是啦 這個大家解讀不一樣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黃國昌 他在跟立法院秘書長在對話的時候 他就講說 這個大概就是說 比如說國民黨幾個人 講完之後呢 總統坐著 然後可以看他的 看他自己決定說 怎麼去依序回答 可是黃國昌講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事實上你們最後寫出來的文字 就照那個文字走 那個是要黨團協商 就是說保留一個黨團協商的空間 所以到底什麼方式是看黨團協商的結果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就是說 事實上因為賴清德總統 他就發了一個文 他是在6月23號的時候 他發一個文 就是說因為他自己也是醫生 他就說這就跟器官移植一樣 你必須要怎麼樣怎麼樣 要經過沛隊要幹嘛幹嘛 那否則的話會出大問題 同樣的他也覺得 就像是這個法案也是一樣 那沒想到柯文哲呢 他在禮拜三的晚上 他在這個整個的影片當中 他就直接回擊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哎呦你怎麼會懂器官移植啊 你就算不懂醫學 你要懂法律 但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賴清德本身就是醫生 但是我現在跟大家講的是 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這個事情剛好燒到了 剛剛講到器官移植 這個部分是不起訴嘛 所以 柯文哲一直被人家認為一個疑慮 以葛特曼的說法就是說 你就是介紹葉克摩到了中國大陸 然後中國大陸就找了一些 年輕力壯的法輪功 就把他們給活摘器官了 這個當中有沒有直接的連結 這個是Argument 對不對 但是呢的確 柯文哲告了葛特曼 沒有告成功 然後國際當中呢 在明天 明天禮拜一 有一個國有器官 這個是一個加拿大拍了七年的紀錄片 裡面就是有當時的軍醫 被說真的是怎麼對法輪功活摘器官 這些就是整個國際的氛圍 回到我剛剛講 美國眾議院也通過了 對於這個活摘器官 要做這個制裁 當然這整個這樣子吵起來的話 你怎麼看這個部分 我必須說 我不曉得 我不認為賴清德故意講 器官移植比喻是要挖洞給柯文哲跳 但是兩個都討論了 然後真的現在是個國際的漩渦 國際漩渦都在講 對 我覺得賴清德講器官移植 他是醫生嘛 所以他用器官移植做比喻 但是柯文哲就認為他不懂醫學 我說真的啦 賴清德覺得懂醫學 因為他醫生出生了嘛 對啊 但是柯文哲不懂法律 所以他包含他告 告葛特曼這件事情 其實是誤告 為什麼後來被判刑說 卻不起訴 證實他是賴 因為葛特曼在書中寫的 他並不是說 柯文哲親自到中國去參與 所謂的活災器官的事情 而是柯文哲的相關的 他的葉克膜的技術 他在包含他的論文裡面 都有寫到葉克膜技術 如何運用在器官移植上面 他認為說 中國大陸很多的活災器官的事情 是依據了柯文哲的相關的研究跟論文 去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柯文哲有沒有參與 沒有參與 但是你柯文哲 作為一個科學家 作為一個醫生 你的技術被誤用了 誤用到活災器官這件事情上面 說真的以一個科學家的良心 你應該道歉 而他採取的方法叫做 我要告葛特曼 比如說我覺得 對於一個醫生來講 就是說人命是最重要的 更何況 你為了一個所謂的器官移植 然後去活災器官 這種不人道的事情 你應該予以譴責才對 而葛特曼長期以來 就不斷的在報導這種事情 所以他訪問柯文哲的部分 其實在他書裡面寫的也很清楚 就是說柯文哲的一些技術 被誤用在所謂的器官移植身上 那你作為一個醫生 你就是跟葛特曼講說 或者說跟媒體講說 我這件事情如果被誤用了 我要跟這些所謂不人道的行為 譴責而且道歉 但是他卻沒有的直接告了葛特曼 當然那時候有一些選舉的考慮 因為選戰裡面 爆發這件事情的時候 柯文哲用告的方式 去做止棒的動作 但是事後 我覺得他本來就應該撤訴 而應該給葛特曼一個公道跟道歉 這個有關於器官移植的 又扯到大陸這個部分 你覺得對於柯文哲未來 不管他2028要選總統什麼的 他還會成為一個話題嗎 然後我要問的是說 我剛剛在看 賴清德總統發這個文 是在6月23號發的 那事實上呢 美國方面是在6月25號 如果時差應該6月26號 眾議院才通過 對於這個活摘器官 要有制裁的這個說法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修法 確實就是 在國民黨和民眾黨 為多數的立法院 想要把監察院的調查權 挖過來放在立法院 要把行政院的人事同意權 挖過來放在自己的立法院 這不就像是器官移植嗎 我想說原來是這樣 其實這個比喻還滿容易懂的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寫 正是因為他是醫學背景 其實並沒有其他的什麼 挖坑等等 不過大家自己要跳下來 尤其是柯文哲剛好跳下來 然後顯示出自己 對另外法律專業完全不懂 這個是剛好而已 而且剛好國際上 是這麼一個主流 可是國際上是活摘器官 和器官移植是兩件事情 那大家是為了 活摘器官是 買賣器官 另外活摘器官是一個罪孽 但是器官移植 現在要推廣了 我們要推廣了 但是對柯文哲來講 賴清德大概也沒想那麼多 但是柯文哲現在 有個極大的壓力 因為柯文哲現在這半年下來 民調裡面他的小草 已經去掉160萬了 被割草 那回到葛特曼 葛特曼當時的時候 在那個市長選舉的時候 當然後面講說 可是當時民進黨攻擊他 把葛特曼有些側翼 把他無限上綱 無限上綱之後 反而柯文哲得到了同情 所以他這個時候才馬上跳出來 他其實想要喚起2018 那些曾經同情他 被刻意扭曲的小草 他想要把草叢給收回來 所以柯文哲在想的 也不是醫學也不是政治 而是複製2018 葛特曼那個時候的反作用力 我覺得他可能也沒想到那麼多 他只是直接的回答說 器官移植是怎樣怎樣吧 他就是醫學上面專業 他的傲慢又出來 可是他這樣沒有想到是 因為這一次甚至是 這個國眾合體的這個版本 我們必須說甚至是黃國昌主導的 對不對 是民眾黨的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切不開了 我講這個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不是說 這個有中國國台辦 他就是等於是類似置入 或者是說類似盯場 然後講到某一家電視台 我們都知道哪一家電視台 但我們在電視上都不要說 但是不是那個自打嘴巴的 那個人的節目 可是因為我知道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他就完全否認 但完全否認之後余波蕩漾 很多人覺得說 這根本就是真的有存在吧 這不是單純的 什麼民進黨去講什麼講什麼的 原知你要不要講一下 因為聽說你有沒有上過 他們類似的節目 我有上過被指涉那個節目 但是被指涉那個節目 你有上過 他是一個禮拜兩天的對不對 所以他們有來說 有沒有看過那個趙伯 就是所謂被講說 就是新華社的那個記者 但我要講我覺得 那個自由時報這個 我個人是不相信 第一個他沒有消息來源 他就說什麼一個資深媒體人 那我想問 資深媒體人是誰 是誰嘛 對不對 你有名勇姓 大家可以去查證嘛 你一個無名無姓的人 講的話他到底是 可信數有多少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他們說啦 自由時報說 他有去跟那個電視台求證 那去求證 後來電視台就直接跟他說 這個是毫無根據 只需烏有 那理論上人講 人家跟你講沒有這件事情 那就沒了嘛 結果他呢 就把那個所謂的 資深媒體人的爆料 就寫出來 然後說 對方說只需烏有 那你這樣子可以 杜撰任何的事情 我今天假設我是個記者 我也可以隨便掰一個東西 說皇上下偷吃好 舉例來講 然後我問他 然後他說只需烏有 然後我就說 皇上下說只需烏有 所以這個 如果妳被罷表千年始終 因為這裡面寫的 因為這裡面寫的好像 這個活靈活現 對 包括了他們有做一個 馬英九的 彭馬英九的這個內容 然後大家就說 沒有關係啦 這個祖國點菜 收視率就算了 那個說法真的是很像 電視台的人會說 可是 他有一個我就覺得 非常不合理 他說那個所謂的 新華社的那個 趙佛記者 有參與整個政論節目的製作 然後甚至於在第一集的時候 還坐在那邊 就是他用AI合成這個圖 他是用AI合成 你知道那個趙佛是女的 他還把他合成成是男的 他還把他用AI是男的 是意圖 就是說 假設我們 比如說我們去政論節目 如果有一個 非常奇怪的座案在那邊 然後在那邊看來看去 支支點點 我們一定會知道啊 除非他是置入嗎 一般置入我們也不會看到 我們也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政論節目跑來 連製作人都沒有進來過 我是有看過有來賓女朋友來 然後他男朋友在講話的時候 他就一直拍照 那這個事情大家覺得 真的是子虛烏有 還是另外有可能是 大家耳語傳出來的 因為這個事情可能是 製作團隊 或者是攝影師 或者是誰 他看了才會這樣 講出來的 這個最後還是要 NCC配合國安單位去調查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我們還是要求 我們還是希望台灣 是一個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的國家 這個國家呢 我們為什麼成立NCC NCC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新聞自律的情況下 我們採取一個公正單位 去進行所謂 對於媒體的調查 這個公正單位 因為為什麼要國安單位 也介入原因 因為它牽涉到中共的問題 但是國安單位 應該要夥同 所謂的NCC 共同去調查 才能維持 所謂媒體的中立性 跟所謂的 所謂的自由的 言論自由的 這個指度 我們是不能去做限制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在調查出來之前 我都覺得不要胡亂猜測 為什麼呢 這可能反而落入了中共 所謂的民主內戰 那個邏輯裡面 它就要到處去引發 所謂的電視台之間也好 媒體之間也好 然後猜誰是台派 誰不是台派 誰是統派 這樣子 反而會讓台灣的 言論自由的環境 變成是彼此公結 彼此去認為對方 哪一個人是匪諜 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都會影響到 台灣的一個相關的自由度 另外我覺得針對的對象 不應該是我們的電視台 或是我們的製作節目的單位 針對的對象應該是中共 中共這些記者 新華社的記者趙博 雖然他現在已經滾出去了 我們希望未來他都不准進來 而且如果查屬實的話 新華社未來申請任何的記者進駐 都應該否決 另外我還要覺得 立法院立委在這邊 應該開始去討論 所謂的代理人法 美國早就有代理人法 因為自由媒體的環境 自由言論的環境 很容易就滲透出 用記者的名譽去滲透去 做間諜的工作 所以美國的代理人法裡面 很清楚的指出 只要是中國的媒體 派出的記者 他們要做金流的管控 做居住的管控 甚至他們的國安單位 都可以直接調查 這些相關的中國記者 有沒有犯所謂違法的事情 所以管制的對象 應該是中共來台灣的記者 而不是台灣的媒體 你剛講到這裡 我們剛講趙博好了 趙博發了一篇文章 就是在這一次 賴總統當選之後 他的標題是 台灣各界批評 賴清德520講話 嚴重損害兩岸關係和平監禁 我們真的台灣夠民主了 讓一個新華社記者 仍在台灣可以發 這樣的一個新聞報導 但回到這裡 我要講 2020年不是東南衛視 有違法做節目 他們申請來台灣 可以採訪 不能夠做節目 結果當時就有兩個人 被驅逐出境 所以這種情形 是不是仍然存在 我們就要講新聞自由 但是我們是不是也要 有一個方法 怎麼樣不能說 親家主 加保地 我又不能說 把一個可能會有 對台灣不利的人 然後請來台灣 然後讓你有言論自由 然後讓你去置入到我們的 相關的節目內容 或影響到節目內容 這也是不對 其實基本上 這個就是所謂 民主的困境 因為我們是一個 言論自由的國家 我們也是一個 旅遊自由 各式各樣自由的狀況 所以外面的任何聲音 都很容易進來 這是今天我們的狀況 那今天這條事情 之所以更大的原因是因為 它不是普通的置入而已 它是中國來置入 而且還是政論節目 它不是只是說 哇 中國山水風光好棒棒 不是這樣 是政論 是直接牽涉到台灣的政局走向 但我們現在目前 既有的法規是反滲透法 那反滲透法的話 當然是禁止境外敵對勢力 把資金等等投入來 但是我們目前規定的 反滲透法是規定到說 你不能影響選舉 尤其是總統副總統的選舉 不能影響公民投票等等 但我其實是會覺得 如果像現在 其實你說總統大選 就只有競選期 那段時間叫總統大選嗎 沒有啊 這每一天都是在影響 未來下一次的做決定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適用呢 所以這應該是要像 剛剛講的 美國的代理人法 因為美國當時有些主流媒體 有些廣編港 所以最後的代理人法是什麼 其實這個就民主國家來講 但是有一個條件 你要接入 如果是被制入的 你要接入 所以就是像一些節目 新華社冠名播出 至少你要接入 至少要接入 我們廣告最後我要看到 大家很關心 接下來民進黨的這個部分 小英付出了 小英他 他在禮拜四有兩個行程 但是我現在來關心的 就是包括了你們的 中常委啊 中執委 現在出現了不同派系 大家怎麼樣 你現在 包括你也有一些新的動作 我們進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亞晴看世界 我們知道7月21號是民進黨的全代會 民進黨全代會當中 因為現在賴清德總統上來 這次有史以來第一次 等於是再一次沒有政黨輪替的 等於是第三任降下來 那民進黨內部出現了一些變化 包括了我看前一陣子 卓冠廷他也辞去了發言人 他要進來選這個中執委 三十個中執委 三十個中執委 看能不能再選出十個中常委 現在呢我們看到了這些當中 像是新系的黃守達 或者是新系的戴伟山 童子委賴清德的表直 洪生和民主活水 王世堅英系 還有張宏露也是英系 現在都要出來選 那我們看到這裡也有席次 但是我想問一下這個喬惠 喬惠你本身 本來是十個中常委之一 但是你已經辭了對不對 對對對 我是一黨章啦 是這樣子 我們其實民進黨 從創黨開始 其實就是一種合議制的狀況 所以它就像金字塔嘛 就是黨員 然後全國黨代表 然後再選出來這個中執委 中執委三十席之後呢 選出三十席 然後我們再往上 再變成中常委嘛 然後最後在中常委開會 那主席也是在裡面這樣子的狀況 那所以當然是一層一層往上選 那現在就是到了兩年一次 我們的改選的階段 那上一次兩年前 我是有榮幸啦 就是得到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有參與了黨務 然後我成為這個中常委 不過因為在上上個月 那我參選了新北市黨部主委 那也後來當選了 對 所以依黨規黨章 我就是當選了以後 我就必須在十天內 就要趕快辭掉這個中常委 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 我並不具有這個身分了 我只保留中職委啦 中常委現在空出來幾個人啊 包括你本來是當中嘛 那巧慧就沒有了對不對 還有像 像何志偉也不是啦 何志偉去總統府 他也沒有了 世凱也是啊 世凱也是去當發言人了 就都沒有 又昌現在變秘書長 他也沒有了 所以很多 其實很多人就要來 對 那因為這些人 因為我們520交接嘛 政權交接了以後 他們等於520上去 那520跟721其實差兩個月 所以大家就覺得 不需要再補選了啦 就順順趕快過去 趕快讓下一屆上來就好 所以我們當時在中常會上 有做了這樣的一個決議 所以現在看起來有四個 可以四席 至少四席可以爭取 但是我們知道 應該會先講到賴系 但我還是講一下小英好了 因為我們看到了 在禮拜四 我好久不見她 但是看起來氣色不錯 她說不能再繼續 自閉在家裡 她自己說的 她自己說的 她就是 這次出來這個飯店 因為這個飯店 是這個 吳寶田 是小英之前的國策顧問 但是忍不住也會想說 她這次出來 是不是跟這個英系 在這個 包括拳代會裡面 或者是在中指尾 或者是在這個各地方 要角力一下 要有個精神領袖出來 有所關聯 對 我要幫英系講話 因為陳明文 英系的掌門人叫陳明文 陳明文說 我們不叫英系 我們叫挺英系 為什麼 就是 差別 差別 差別多 英系或者挺英系的差別 在於說 英系好像是蔡英文主導的 蔡英文去領導 不是 是挺蔡英文的人組合起來的 比如說民進黨 是一個派系共治 然後內部競爭 但是只要初選過關之後 就團結一致對外的人 所以我們有很明確的遊戲規則 但是因為在明確的遊戲規則之前 還是有一陣子 所謂要黨內的初選 黨內的初選 所以會形成派系的一個競爭 所以到最後其實也是比民調 跟派系也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所以到最後其實誰當總統 他就會有一個派系出來 那個派系絕對不是總統主導的 而是大家覺得說我要輸成 輸成之後就變那個派系了 譬如說阿扁做總統的時候 我們扁系就最大 政國會政議連線就最大 英系加上新潮流不就有過半嗎 這一次也是一樣 很多人也因為賴清德當了總統 包含新潮流也好 或者是一些過去所謂的 綠色友誼也好 或者是民主活水也好 這些人未來可能都會變成所謂的挺賴系 挺賴系的意思 但是他們不會換派系名稱 但是我要講說 不要說都是 尤其等一下葉雲智就會說 新潮流主導整個的民進黨 現在沒有派系只有賴系 沒有 新潮流沒那麼多人 包含行政院院長卓崇泰 我們都知道他是謝系的大師兄 雖然他現在 他現在是活水 因為謝系已經解散了 因為謝長廷已經解散派系了 解散之後他們就組成了 因為賴清德就組成了一個民主活水 所以他當然是行政院院長 他現在當然是賴系的一個 也不要說賴系 就是說民主活水裡面的一些 相關的一個運作者 但是也不會是行政院長去運作 如果是這樣罵新潮流 我直接講 最近所謂的國會擴權案 常常出來罵民進黨的是誰 民進黨人叫做林卓水 林卓水他因為長期主張內閣制 所以他對於所謂的總統的職權也好 他認為國會的職權應該擴大 所以常常罵民進黨反而是林卓水 林卓水什麼系統 就是新潮流系的啊 所以新潮流系罵新潮流系執政的民進黨嗎 不是嘛 所以民進黨是一個派系共治的政黨 但是他們通常會在所謂的 遊戲規則結束之後就一致對外 然後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不同的主張 我剛剛講的就是林卓水 大家也可以體諒 林卓水 長期主張內閣制 所以你要講什麼桌水大佬 你就這樣繼續講 其實我覺得之前小英總統 不是前總統 一直都沒有出來的時候 有些人會問嘛 都沒出來 後來就有朋友 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他當然不要出來啊 因為現在當家的是賴蕭嘛 那你就要讓賴蕭好好的發揮 不要像國民黨馬英九 馬英九三不五十出來垂簾聽證 又要下指導期 我的朋友有人這樣講 就說沒有關係 就是小英要低調 但我看小英出來的時候 我就在想 那民進黨就變得 我是比較正面的來看 就變得更大了 因為你有賴跟蕭之後 小英再出來 又抓了一群人出來 感覺起來 是不是民進黨 又更多人支持 還是說真的是為了這個英系 英系現在沒有 所謂的頭頭 所以還是他就要出來 扮演什麼角色 我覺得小英確實有 挺英系啦 對不起 小英確實有稍微就是避開 就是說好像讓人家覺得他還有繼續有影響力 因為之前那柯建民不是有PO一個臉書 他說他去看了蔡英文 然後說蔡英文有三點叮鈴 怎麼要支持在清德啊 然後要這個要跟年輕人在一起啊 什麼如何如何如何 後來呢他就修改文 把這小英的三點建議就拿掉 我們猜測啦 一定是是不是蔡英文跟他講說 你不要放了 不要放這三點 低調點 我說誰可以叫柯建民把這些文測掉 沒有人啊 除非是比他更有權力的人嘛 所以當然從這點看得出來 蔡英文總統他是刻意想要避開說 好像他還有去影響政壇的人 最近真的出發了耶 包括了網站都出來了 都出來你們國民黨要小心喔 其實我們反而跟賴清德比起來 我們反而覺得說 蔡英文比較兼容兵序 就是說賴清德 在我們看來好像很像一個 後期總統 就是他上了一個月 像朝野就對立的非常嚴重 可是過去我覺得 蔡英文總統反而就是 他大於民進黨 就是說他好像讓大家感覺 但是我必須講一個公道話 在那邊咆哮的 也不是賴清德啊 就是他站在第一線 跟等於是站在第一線 跟我們在野黨 好像在那邊對抗的感覺 就是那個總統的高度 稍微就 我覺得蔡英文會更高一點 創下你同意嗎 這裡我們看到這次的參選 英系 也有七個人要來參選中常委 王世堅 蘇智芬 洪建毅 張嘉玲 陳淑華 基本上我是講 從頭到尾 小英的個性 不會去主持英系 那個時候叫挺英系 所以現在是挺英系 有些人 但是後面的政局變化 是不是永遠的挺英系 都要觀察 所以但是民進黨的特色 就是眾生喧嘩 派系共治嘛 所以他們現在怎麼選都沒問題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 這一次 比較關心的是 不要有是非 陳廷菲 陳廷菲是比較 你用什麼啦 因為陳廷菲會影響到 台南市市長的選舉 所以有人就在講說 陳廷菲這一次去登記參選的時候 沒有跟大家一起去登記 我就覺得又不是上廁所 要手牽手去嗎 這是民進黨裡面 現在比較 就是希望非常使目使處理的 就是千萬不要有是非 因為這個有是非之後 就會影響到 政國會或者是 主要是台南市長 因為黃偉哲認滿 你同意嗎 我覺得是這樣 畢竟我現在是來上一個政論節目 所以我分享一下 政論節目 總是要講一點 比較有專業知識的話 讓大家覺得 我好像很高深的樣子 其實大家可以看 我們就是要選三十席中職位 那三十九個人報名 其實當選率滿高的 對不對 然後三十個裡面 再挑出十個 所以其實很清楚就是三票 那如果你可以是 大家通通都一樣的話 有一年其實到最後 就剛好就是每一個都三票三三 所以乾脆就不選了 就直接反正大家都OK了 但是如果這個中間 發生在那個三十九 上去到三十的那個階段當中 如果哪一邊有多一點點的話 那個十就不一定一樣了 可是說真的 因為就是要三票 才會當選那個中常委 所以你的派系 到底再怎麼消長 其實變化都不大 跟今年其實也變化不大 所以我倒是覺得 也不用到那麼 跟大家講完規則 這是我的專業 但是我覺得不用那麼全謀 那是是非問題的 你問蘇系 蘇系 蘇系本來是你是中常委 現在沒有了蘇系誰要進來 像洪璐 洪璐 洪璐算蘇系 所以 你看嘛 外界都還不理解洪璐是蘇系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為什麼大家要進去到中常會 其實中常會 其實不會是決定提名 中常會會決定的是提名的規則 所以提名的規則 當然就會影響到後面的提名人選 所以大家會進去到裡面說 希望在決定本屆的提名規則的時候 我是有說話的餘地 這就是中常會的重要性 所以是在這裡 因為接下來這一屆的中常委 中常會 會跨到2026縣市首長這樣的狀況 縣市議員 所以你剛剛說到的有志之士 其實都會希望有人在中常會裡面 所以這一屆之所以競爭是這樣 不過最後如果有一點時間的話 我實在是很想說說 全謀之外的東西 回到人性一點 你要回人性 沒有 我說蔡英文 蔡英文 好了 我們進廣告回來 我還要問一個敏感的 現在麥酥結盟嗎 麥酥結盟了嗎 我們進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 剛剛巧慧說什麼人性的 我說人性的部分是說 因為剛剛前一段 我們雅晴姐和大家一再說 小英為什麼選在這段時間 又付出了呢 在我們這個選中常會 國中常會改選的時候 他就付出了 是不是要有什麼大動作 其實我說真的 就我們的了解 因為有跟總統本人 就是他們這樣子的晉升教材 其實520到現在 也不過才幾天而已 你如果做了八年的總統 你現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放假吧 對啊 應該就是放假吧 要是哪一天可以不用錄影 可以去休個假 可能也很開心吧 很好很好 對不對 那今天他所以 昨天他所以出來這個 芙蓉的剪裁 確確實實 因為他跟武董市長 確實是長年的私交 所以完全就是私交 所以喔 其實我們現在都知道 政治場合要去請總統出來 幫我們講幾句好不好 其實還請不到 因為總統就會跟你直接說 總統做人是很直爽的 他就說 我現在還沒想要去政治場 你有沒有什麼比較有趣一點的 找我我OK我OK 但是對啊 所以真實的狀況是這樣 那我也覺得 對啊 總統已經八年很辛苦了 現在再放他幾天假 你剛剛講到這裡 我們就順著這樣講喔 新北市的這個部分 新北市國民黨也真的很厲害嘛 對不對 然後在這個民進黨的這個部分 有一份民調 有一份民調 你有看到嗎 就是在這當中 講到的中廣內參的民調 當然就是黃國昌很慘 然後李四川比較高 劉荷然很慘 然後在民進黨裡面 如果光是民進黨的話 蘇巧慧是領先的 但是如果對上李四川 我就覺得有一點 可能是誤差範圍 你看對上李四川的時候 鄭文燦是小贏的 小贏李四川 但是如果是李四川 對上了巧慧的話呢 就是李四川 又是贏你大概贏2%左右 誤差範圍 這個邏輯很奇怪啊 因為如果光是你跟鄭文燦 或林佑昌或一堆 就是民進黨裡面 你是第一啊 那怎麼對上以後會變這樣 你說的好像我已經宣布一樣 沒有啊 但是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我也很感謝 在這個看起來 大家已經都瞄準 2026的階段了 那也很高興就是說 大家有看得起我 把我放在這個民調裡面 那出現的數字 當然我們都會參考這樣的狀況 可是我覺得是這樣的 第一是國民黨真的很厲害 因為國民黨在新北市 已經執政超過20年了 對所以這絕對是一個 很強勁的對手 那我現在接下新北市的黨部主委 民進黨新北市黨部主委 我的責任當然就是 帶領這個新北隊 不但議員一席都不能少 而且這一次首長之戰 我們應該要拼全力 畢竟20年沒有換民進黨做做看了 怎麼讓大家相信 民進黨可以做得好 這是其一嘛 但是以民調出來這樣來看的話 很顯然我覺得 我們也還有不足之處 因為不管是任何人選 我相信我們到時候 一定會推出最強的人選 但是以目前這幾個來看的話 我覺得都還有不足的地方 你覺得國民黨其實 李四川比較好 還是劉荷然比較好 這個我覺得要看 國民黨自己怎麼決定 但是如果是我來看 我自己這邊的話 我覺得最高興的部分的話 應該是說其實看得出來 尤其是在這次的青鳥之後 第一是民進黨的氣勢有上升 因為這是中廣的民調 這中廣的民調 民進黨還可以是做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是很了不起的狀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是以我個人的這個角度來講 角色來講的話 其實在青年的選民當中 得到的支持度是蠻高的 那我覺得這是兩個好的現象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們是覺得 我們就繼續努力 國民黨這個內參民調 叫做一魚三吃 內參不得外洩出來了 一魚三吃什麼 勸進李四川 然後第二個呢 本來是叫侯友宜 你就放棄劉荷蘭 然後第三個呢 順便告訴我 放棄黃國昌嗎 黃國昌 黃國昌 你會被棄保 因為不管是跟鄭文燦 或跟蘇委員 你會發現都在誤差範圍內 然後但是黃國昌只有12% 那對於藍軍來講 就一個答案嘛 對 棄黃嘛 棄黃寶川 所以國民黨搞這個民調 內參民調不得外洩 大家都拿到 其實是玩這個 至於真正的選舉 後面的真正的競爭 那是另外一回事 國民黨在這個時候出這個手 就是勸進李四川 然後叫劉荷蘭 叫劉荷蘭 你不要想了 侯友宜你不要再想了 然後黃國昌要被棄 所以國民黨其實 搞內參搞鬥爭 是很厲害的 這個民調少做了一個人 嗯 就是沒有把業員資 放進去啊 沒關係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這個 因為時間還久啦 那這個大家參考 我也不覺得說 劉荷蘭看到這個民調之後 會完全放棄 因為他還有時間 還有兩年多 所以也許劉荷蘭還可以 努力到年底 或者是明年中 看看民調有辦法起來嗎 黃國昌也是一樣 我認為黃國昌還是會繼續 可是感覺起來 黃國昌開始跟 這個國民黨有切割 就有人解讀說 他已經知道沒戲了 所以他就不想再 再像 其實黃國昌他可能會 他可能會認為說 他都還沒有開 沒有宣布參選嘛 而且他回到政壇 也還蠻短的時間 所以他心裡可能認為 他在衝一兩年再做決定嘛 其實不遲嘛 他可以試試看嘛 搞不好會不會起來 那我們 我看到這個民調 我是蠻高興就是說 我們還有一個 李四川他的民調 還不錯 因為目前為止 我們檯面上 沒有一個宣布參選的 我們也不知道 到底哪一個真的 代表國民黨參選 是真的有比較勝算 那現在至少證明 李四川是一個人選 而且他到目前為止 其實他並沒有 他一開始就說一定不會選 但是他講話慢慢鬆口了 所以我認為 大家勸禁李四川 我覺得他會出來 幫某個國民黨打仗 這裡面牽涉到另外一個 就是說朱麗倫跟侯友宜 是不是有開戰的味道 因為在這個事情 新北的這個部分 不需要味道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而且你看媒體都放話 周刊都在講說 侯友宜很不爽 說被逼供 我還有一半以上的任期 你們一直在講說 誰是我接班人 到最後他也放話說 他要出來選黨主席 朱麗倫反而在 這整個的事件當中 因為大家已經忘成 黨主席是姓傅還是姓朱了 都搞不清楚他的聲音 到底在哪裡 對我先講 回來講民眾黨的黃國昌 民眾黨的態度在雙北 他不是為了要選上 也不是為了人 拉你們民進黨下來 國民黨下來 主要的目的他還是 在縣市議員 因為對於民眾黨的發展來講 縣市議員 是他們最重要的根本 也就是說他們可以透過母雞 去帶高每一區的 所謂的議員的選群 都可以上議員 他們在每一個 台北市議會 現在已經有黨團了 那台北縣議會 如果再加上黨團 甚至他每一個選區 都可以有一個議員的話 所以你覺得他還是會選 對 因為他需要母雞 帶小雞的效應 讓所有的議員拉上來 這個是民眾黨 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也是2028年 柯文哲如果還要想選總統 他必須在每一個縣市議會 都必須有黨團的成立 而且各地都有議員 他才有組織系統啊 否則他都靠網路 靠聲量 他現在連聲量 連許小欣的文字 都比不上了 就不用說他現在每天講 那些五四三的沒有人理他 所以他最後還是需要組織盤 而組織盤最重要的 就是議員選舉 所以雙北議員裡面 最重要的黃國昌 會選的原因是在帶動 所謂的議員的選情 而國民黨其實 李四川是一個很強的人選 原因不在李四川真的很強 而是兩個雙層會形成共辦效應 因為現在李四川在台北市 是副市長 他跳來新北市選的時候 可以養公柯文哲的弊案的時候 他可以極度壓縮 所謂的民眾黨的選票 而且掩護蔣萬安 當選台北市長 這個民進黨要注意說 未來在新北市長 或台北市長的選舉 或人選的部分 是不是蘇喬惠 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要思考到一點 就是雙層如何整體布局 他不能只是說 我新北市是誰 台北市是誰 這樣就算了 而是要對抗 國民黨在雙北的雙層布局的時候 他怎樣去布局 他這兩個互相可以搭配的人選 因為隔一條河就是新北 是共同的生活圈 所以在選戰上面 這兩個人絕對是很重要 倒蠻有道理的 如果這樣子弄下來的話 可能就是會幫到 蔣萬安能夠連任 但是在民進黨來講 好像台北市誰要選 你有知道誰嗎 現在好像都沒有 沒有講得非常的明確 坦白講剛剛原資有一句話 我是可以贊同的 就是2026真的還很長一段時間 老實說是是這樣 所以其實六都人選 大家當然很想猜 每一個城市 今年都會 2026都會很好看 但是真的還久 現在蘇系是不是跟麥系結盟 因為這裡我們看到這位 就是李懷人 高雄市副市長 他算是蘇系 他就跟陳其麥這樣子合作 而且現在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因蘇共煮就是陳其麥了 你同意嗎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其實 陳其麥和蘇貞昌的結緣 其實完全就是在他當副院長 就是院長當院長 然後陳其麥當副院長的時候 因為共處了一年多 快兩年喔 尤其是在COVID的那個 非常高壓的那個階段下面 所以磨出了一段革命感情 不然以前應該也算是 對市長會看對是死對頭吧 是嗎 為什麼要講死對頭 對啊 因為我們這個國會的 正義連線的 他以前是貶系的 貶系後來小英執政之後 才重新復出 現在大家認為他比較接近英 對 因為市長後來確實是也覺得說 哇 院長在做事的這一塊 確實沒有什麼派系之分 然後等等等等 所以磨出了這樣的狀況 剛剛你講到的李懷人 現在的副市長 其實對他過去是蘇貞昌的幕僚 但是他也當過陳其邁的幕僚 而且在副院長 就是剛剛我說院長和副院長的時期 李懷人就是副院長辦公室主任 所以整個的關係 我相信其實他們等於是有一個合作默契 所以倒不是什麼派系的 我倒很好奇 就是陳其邁市長跟蘇貞昌前院長 兩個人是怎麼樣默契出來的 有沒有什麼小故事 Coby 就是那時候陳其邁沒有選上 沒有選贏 那個高雄市長那時候 那時候院長已經是在 在縣市長選舉之前 蘇院長就已經 不是 蘇院長被小英總統任命為行政院長之後 要阻隔 那其實陳其邁 那時候也沒有當市長 所以就是想到了這個人 打電話給他 然後呢 陳其邁後來在蘇院長 那個新書發表會上的時候 他還自己說 我接到那通電話的時候 心裡真的是非常忐忑不安 到最後我想說 好啦 倒電看看 沒有倒電看看 雖然這個人很難倒電 他自己這樣講 那抗煞 大家只想到陳時中 其實不要忘記陳其邁是公衛背景 早期是陳其邁在那個專家 他協調各個局處部會 每次打針都很快 我印象中打針什麼都很快 這真的是因為陳其邁他是公衛的背景 所以當時這個抗煞團隊 真的是剛剛好 每個人都各就其位 陳時中是一選 然後統合各部會的陳其邁 是公衛背景 所以整個的效能可以提升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 他們兩個人互相互補了很多 尤其當時陳其邁都提供的 就是AI背景的這個部分 補強了當時蘇內閣的很多數位的部分 我們現在講很多事情 大家都要講到聲量聲量 我想在位有您是立委 您也是 你們會不會覺得有壓力 真的要到達某一個聲量嗎 因為我必須這樣講 我不理解 我不理解陳其邁 他是到那邊去聽 聽一下 因為被人家講到丁燒 扣住了新華社的事情 他就很敏感 但是我不理解 徐曉星去那裡做啥 曉星說他就是去挺陳其邁 但是這個大家所有的人 你知道我們在播那個新聞的時候 連導播都說我的天啊 陳育珍應該是陳育珍辦公室 對 陳育珍 應該是這樣講 我覺得陳育珍是有受委屈 因為他那天他要去坐車 車子還沒來 然後剛好經過了 民進黨的記者會的門口 又聽到這個主題 他就非常有興趣 就在門口等了一下 但實際上他也沒有干擾裡面 而且民進黨這個記者會 也不是機密 因為你要聽也可以看手機 所以他就只是說 在那邊聽了一下 因為可能很入神吧 覺得很有趣吧 然後忽然間 聽了超過五分鐘 吳世耀就直接點陳育珍 那表示民進黨立委比較厲害嗎 因為陳育珍自己講 他說莊瑞熊跟沈柏洋 都是法律專家 他想聽聽看他們 怎麼評論這個事情 可能聽得很出神吧 忽然間那個吳世耀 就點他名字 就是說中共叮燒政論節目 就像陳育珍在叮燒我們一樣 他就不爽啊 他後來有講 他說如果 不要用叮燒兩個字 可能可以 對 他覺得說 他就是侮辱他 他說如果說我當面被侮辱 我沒辦法進去理論的話 那我怎麼去保護我的選民 他這樣子講 所以我覺得他有真的生氣 因為我平常 看就算那幾天 在立法院裡面 國會改革法案那幾天 陳育珍都沒有這麼生氣 他有跟他鬥嘴 可是沒有這麼生氣 吵二十分鐘是有點久 因為陳育珍也有上過我節目 我覺得他一定是 怎麼回事 吵到二十分鐘 我覺得陳育珍很不爽 因為他私底下跟我講 他都說像民進黨常羞辱他 笑他長相 說他很像男人 他都不會生氣 他覺得對他人生攻擊 都不會生氣 他私下說他都不會生氣 但是 但是他那一天那個樣子 真的讓我覺得非常生氣 好 陳育珍受了委屈 那徐曉欣他現在是怎樣 因為他記得徐曉欣之前 去造勢的時候 他就說 現在很多人要罷免我們 他就是說 五十幾個一個都不能少 他就是在那種 好像很挺我們同志的 這樣的一個人設 所以他看到 陳育珍被欺負了 隔天 那他就要去證明一下 好你們覺得在那邊不行 那我拿一個尺 一公尺 這樣可以吧 但我覺得他真的有一點 餘父的感覺 你知道餘父的意思嗎 就是 不是很 就是你不需要這樣子 但大家會覺得你是做秀 而且跑到人家的辦公室幹嘛 其實立法院的慣例是什麼 通常各黨 黨才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都是助理會去聽 他們現在把自己 沒有啦現在根本有直播 也不用去 所以把自己降成助理的位階 這個東西實在是 我覺得我補充一小段就好了 就是袁芷剛剛說他覺得 陳育珍受了委屈 人家這樣形容他 可是老實說啦 其實任何一個行業 沒有明文規定 至少也有慣例默契在吧 你自己開 我們自己在說我們的論理的時候 你別人不用到你的場子來嘛 不舒服啦 這叫做情門打火啊 何必呢 我們要幹嘛去踩人家的場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在講這段 陳育珍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要把他前面 站在民進黨黨辦公室 開記者會現場的門口 已經超過五分鐘了 這個要加進去啦 但是他一開始 應該就是靠在那邊 我覺得他也不是故意 站在那邊 沒有啦 那個影帶畫面都非常清楚 他是靠在門這邊 對啊 實際上也稍微有要閉一下 我覺得陳育珍 他一開始可能不是故意要怎麼樣 但他可能觸動了某個敏感的神經 他覺得很生氣 但很生氣 可能就民進黨會覺得 你跑來我這邊 然後跟我吵 那我可不可以說民進黨也受了委屈 但是我覺得 徐曉星的理由就非常薄弱 而且他去旁聽 他叫做聲量恐懼症 因為他最近沒有聲量 而且巧欣跟玉珍的做法 又完全不一樣 玉珍剛剛還說是靠在旁邊門 然後這樣旁邊聽啊 打打手機啊之類之類 這樣之後 徐曉星就直接 站在你開門的那個門口 當成那個黨實柱這樣子 站在那裡 我就說我就這樣看著 我覺得比較不適合他還人家走了 像柯建民他們走了 還說你們都不走正門什麼 可是大家都知道 他是循慣例經過跟記者 連的另外一個門出去嘛 然後現場記者據說也很生氣 因為徐曉星說 我有擋到你們嗎 是記者擋的 然後記者就超生氣的 我們都覺得很像那個共區 因為我們當過助理 民進黨的助理就知道嘛 因為那個地方很小 所以記者那個攝影機排一排 根本沒辦法進出 所以記者也都清楚說 民進黨開記者會的這些立委 都會從另外一個門出去嘛 所以你罵民進黨就算了 你罵我們記者幹嘛 所以就是說你把責任全部怪給民進黨的立委 怪給這些記者 難怪會被媒體故意拍一個蚊子在他臉上 有嗎 我沒看到 有 那個蚊子在他臉上 他說蚊子在徐曉星臉上長達多久 但徐曉星還是動都不動 那個不是他自己拍的 不是他助理拍的 是媒體拍的 他把它PO在臉書 他連這個東西 而且好像還是平常很挺曉星的媒體 真的 其實這個林傳媒不是做了一個政治人物聲量的部分 徐曉星蠻落後的 黃捷第一名嘛 以立法委員來講 黃捷第一名 那徐曉星大概六七名之後 他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焦慮啊 當然他會有那個焦慮嘛 所以他不斷的去創造這些議題嘛 但是我要說的 二高一低 高聲量 就會高仇恨值 因為現在都是仇恨值會累積那個聲量嘛 因為仇恨值的聲量叫加成 如果你是正面的聲量 你只有自己的支持者嘛 但是仇恨值的聲量 會把所謂的對手的支持者全部滾進去 所以他就會產生所謂的二高現象 但是二高 因為仇恨值過高 你就要做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包含蚊子這種事情啊 包含畫一條線 然後一公尺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做多了 民調就會下滑嘛 所以看到最新林傳媒的民調 你就可以看到 國民黨真的 如果你們繼續讓黃復興這樣帶著國會走 現在國民黨的仇恨值是63 你講的黃復興是誰 黃國昌 傅崑 徐曉興 黃復興黨部 現在沒有國民黨只有黃復興黨部 那你繼續被這人帶著走 仇恨值63是非常高的 而且叫做極度不喜歡 是47%耶 因為我們通常會講不喜歡 就是稍微不喜歡 不會想到極度不喜歡 所以台灣人是一個善良民族 都已經如此極度不喜歡國民黨 難怪葉仁之每天都要被澄清 他被罷免的事情 葉仁之是被害的 仇恨值都被罷在你身上 對對 你看都沒有仇恨值 保持微笑 對 那我被黑的很嚴重 那其他人的仇恨值都算在你身上啊 黃國昌罷免不了 就罷免了葉仁之啊 我覺得仇恨值很難轉移啊 像那個王定宇仇恨值也很高啊 也不會影響到蘇巧惠 我覺得是個人看個人 我們進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台巧惠 謝謝大家這段時間一起守護台灣民主 也謝謝大家對民進黨的肯定 我們會繼續努力 好 創下 我們前面講到那才養狐馬 你開戰之後 那是你的權利 但是開戰之後 你要如何收尾 戰爭目標是什麼 要很清楚 國民黨呢 這幾個月 就是立法院開戰了 但是現在呢 就變成是很複雜的問題 國民黨呢 受到很大傷害 怎麼收尾 現在變得很困難 那接下來大罷免時代 報復性罷免時代 明年啟動之後 那是足足一年的時間 那怎麼收尾 我就覺得朝野都要思考清楚 來 原知 我們是當時希望朝野和諧 這不是我們啟動的報名 我覺得為什麼會在信任總統 聲望會下來 就是因為 總統應該團結台灣 但是現在朝野真的對立太嚴重 然後總統還站到第一線 真的我們會希望說和諧 大家好好做事 國會不要只討論文字的問題 開始討論核子的問題 因為包含核電要不要聯繫 或者是說核廢料儲存檔 要不要選紙的問題 這些東西才會影響到 整個所有台灣人的民生經濟 而不要每天都被許小欣 顧崑奇這些人搞到亂七八糟 好的 所以你們今天提出來的案子 是有關的嗎 謝謝各位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